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介绍 内湖比较深度的一个历史 我是台北市文艺县馆的史基解说员 因为我本身住内湖38年 所以我觉得要住在 你出生 工作 或者是你生活的地方 你要去认识 那你才会对这片土地有感情 所以我个人就喜欢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当我知道自己的这些故事 还有我身边周遭的这个故事之后 我还有一个很习惯就是想要分享朋友 所以今天就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做这个分享 然后内湖呢 很多人都想内湖一定想到什么 一定有湖水 我们的湖没有储水 这个湖在台义的那个公环 就是一个凹陷 一个内方盆地的凹陷的地方 所以内湖就是什么 内方盆地 是按一湖一湖 就是等于一个窟窿一个窟窿 可是这个窟窿没有很大 所以内湖的意思是这样 可是内湖我们又可以从一条河 两个湖 山 那一二三的山 我们把它想成是山上的山 一条河我们大家都知道 北部台湾非常重要的一条河 叫做基隆河 两个湖呢 大家坐捷运一定有听过 一定有知道去那边玩 大湖公园 有没有 那这个湖以前旧地名叫做十四分湖 十四分皮湖 哪一个粪 就是我的本粪的那个粪 然后皮呢 是耳朵边在一个调皮搗蛋的皮 那跟我们蓝色的板南县 也有一个地名叫做什么 叫做后山皮 有没有 所以这个皮其实是什么 就是不管是人工的也好 天然的也好 它是一个蓄水池塘 因为以前农业时代 我们很需要什么 不要一天到晚 老是看老天爷吃饭 所以自己可以储备水分 我们就不怕干旱季节 或是缺水的时候 没有水可以灌溉我们的农作物了 所以那个湖 我们讲一条基隆河 两个湖 一个在大湖公园 一个在哪里 一个就是现在有名的 戏曲学院旁边的那个湖 那个也是以前我们内湖 在70年代的时候超厉害的 我们有一年年产量的稻米 可以高达70万公斤 很难想象 然后呢 还要跟各位说的是 一百多年前 我们的内湖跟南港 两个是合在一起的 那两个人说了好多的内湖增 那内湖增到了1945年 我们知道1945年就是日本战败 退出台湾 内湖跟南港合并 称为内湖乡 那其实大清帝博时代 两百多年前 就有两个很重要的人 到内湖来开墾 一个叫做林承祖 他另外的墾号 这是他的墾号的名称 他的本名叫林秀俊 那还有一个叫1741年的何世兰 这两个内湖大概都是他们的天下 他们打拼出来的地 再过来就是看到我们1946年之后 内湖跟南港分家了 再过来呢 1968年列入台北市的行政区 那台北市的行政区有几个 面积按照排行榜 我们的内湖算第三名 第一名是士林 第二名是北投 第三名就是我们的内湖 再过来1980年我刚刚讲了 我们内湖曾经有一年产 70万公斤的这样子一个大量的稻米 再来2001年 你看短短其实才20年而已 我们的内湖科技园区是台湾第一座 民间的投资 然后政府放宽产业进驻来发展出来的科学元机 可是简称叫做什么 叫内科 以前有很多人不知道说内科外科副产科的 其实不是 然后现在呢它有多少人 你大概看了也会吓一跳 它现在有超过5000家的厂商 在这边上班的人有多少 超过15万的就业人口 所以每一任的台北市长高摩烈烧 为什么路没有再拓宽呢 然后呢捷运的运量也是算小的 对不对 所以每次的交通 上下班的交通 真的是高摩烈烧的伤脑筋问题 好 这是我们内湖简单的一个历史 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老师 我们来到这个土地公庙 它真的是一个 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会经过都会来参摆 然后它真的是相过蛮旺色的 这个虽然是一间小小的庙 可是很多人 那请问老师 它这里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有啊 你不要看它小 大概在100多年前 这里附近本来就有一个 比较简陋的土地公庙 那这个土地公庙 后来大家要比较多人进来 因为那时候这个内湖里 大概只有30户人家而已 后来人越来越多了以后 他们要建房子 要干嘛 所以就把原来的小小土地公庙拆掉了 那拆掉了以后 我们的土地公要往哪里去寄放一下呢 就送到我们内湖有名的庙宇 叫做碧山叶 那1937年到1949年之间 我们的土地公就是送到那边去 然后这里呢 为什么它的一个名称 特别特别叫做简头 来 我们请看这个简字 这个简字一定很多人 一开始的时候都念看得见得见 那这个字正确的念法就是 简单的简的那个音 然后你看它的字也很清楚 木头边看得见得见 那它跟竹头上面在一个看得见的见 是一样的意思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以前人也很聪明 没有发明塑胶管 什么玻璃管 桃管之前 我们用木头是最天然的一个材料 对不对 那用木头或竹片把它做成这样 就叫幽字形 就叫幽字形的饮水渠道 这个叫做简 我们台下的简 逢简很漂亮的简 这个简 这里开始做 对吧 这里就像头 所以简头就是指木制头 做木制的饮水渠道 这边开头 有没有结束的地方 当然有 所以尾巴的地方叫做简尾 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场地 一个地名叫做景美 有没有 可是景美绝对没有人念成 景美还是景水 没人在这儿 那景美的意思 其实那时候是我们的柳公郡 非常重要的台北的 大台北地区的水利工程 它就是一样要用木头 做成幽字形的饮水渠道 这边开始叫做简头 最尾巴收尾的地方 叫做景美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景美 尾巴的尾 这个景很熟 没有很有气质 所以他们把它改成 这两个是一个 风景美丽的景 然后美丽的美 其实我们念到现在 绝对没有人念成 景美还是景水 还是景美 东西在头做什么 景美 还是景美 美丽的美 尾巴的尾有两个音 我们就是所谓的 张州人跟泉州人的 音的念法不一样 尾巴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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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福德 那个土地公 为什么这么兴盛 因为被请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这边附近很奇怪 就有一些不平静的事情发生 那大家都是要找一个心灵寄托 然后也希望拜托神明 来帮我们解决这些困扰 所以呢 我们的寄放在那边的 那个土地公就说 他要回来这边 那回来这边 大家就想要想办法 要找一个地方 再把它供奉起来 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找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也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里长 这边内湖地区 有几个大姓 姓谢的跟姓郭的 都非常地 是算地方的帮助 那这个谢先生 叫谢南 南边的南 他的一个舅舅 就捐了这块地 来做这件 好 给各位再看一张 哇 这张是1982年 那时候的一个土地公 你不要看 也是很漂亮的 很丰富的一个 屋顶上的简棉的造型 还有厌尾峭吉的 可是呢 后来 我们后面这个大楼要建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里很 香火很鼎盛 那这边要建 我们这边也要稍微再抬高一下 所以增加了50公分的高度 这个工程 不要小看它 也要花了300多万 那这边还有两个 比较有趣的故事是 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活动 叫做 夜弄土地工 就是农历的正月15号 那我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会把土地工 以前是比较单纯 就是没有去绕街 没有出去这样子寻境 都是民众到这里来拜拜之后 就在这个附近 弄一个竹子 然后把一个炮台 上面放有那个炮火 可是呢 要让民众再丢另外一个鞭炮 去引燃上面 铁盘上面那个鞭炮 然后它有做成一个城门的样子 所以很有趣 丢上去 你丢中了 它引燃了 你今年就会发了 所以有这样一个活动 那后来呢 太多人了 就把它想成说好吧 来这边呢 挤了满地 我们干脆请神明 跟着我们出去绕境 那你这样一起绕境 范围不就是更广更宽吗 所以就变成夜弄土地工 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呢 就演变成什么 土地工经过的地方 我们民众 通通要用炮丢给它 那炮丢得越多 你越发 那那个炮屑不能丢掉 炮屑是什么 是财富的 所以你要把炮丢了 炮丢了 所以这也是另类 达到环保不错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土地工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 夜弄土地工的活动 另外一次 我们的土地工 可能真的是太兴旺了 所以有一天突然不见了 有没有很担心 当然有 因为又距离 我们又要再去 请土地工出境 对不对 绕境出巡的时候 煮药煮酒不测 怎么可以呢 所以就很担心 可是又怕说讲出去 那不是很没面子 可是总是要把这件事情 处理好吗 结果去把这个消息 公布在媒体上面 有一个人就看到了说 好像我捡到的那个土地工 都跟你描述的 好像有消息 没来看看是不是 结果我们这个土地工 可爱的又把它 施而复的请回来 可是现在我们就 比较辛苦了 要比较严格的把它 做一个24小时的 警卫系统的一个处理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土地工 这两则可爱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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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